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 刚才那集我怎么夸那个又停的你没听见 一样啊 一样 同样的夸法 其实只是repeat 然后把女主角的名字换 不是 韦杰 我这次发现你画风大变啊 你是怎么回事 因为最近呢 失手剪了刘海之后 大家就一副幻觉 我可能最近年纪比较小 然后他们准备了一系列衣服 直接就朝着那个制服开始走了 我觉得我昨天好像在啤酒吧里刚见过你 你的一首啤酒来了 真的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往日本方向 二次元那种发展发展 我找到未来的路了 以后我们来上枪枪的前一天 我们会发动网络投票 就是有几个这个女优的那个衣服给大家选 然后最高票那个我们隔天就穿 所以看韦杰今天的服装 大家说出来的想象 这是我们心里的最喜欢的欲望 他一说这个啤酒屋女郎 我看这是护士 我现在在我的幻想里面替韦杰啊 头戴了一顶护士帽 要打针了吗 刚快把道具拿出来 这里有个红须字 我觉得你要是将来发了心脏病 这种黄护士在你面前 你能把血喷出来 那马上站起来 说什么药都不用 给我韦哥就够了 就站在你旁边就可以心 对啊 而且那个我眼睛都离不开你的麦 嗯 真的哈 是麦 是麦 还是麦 麦所在的区域呢 麦 我是担心它掉下去 是是是 我会努力把它撑好 韦杰有的时候就是女人在打扮上 突然间换一种画风啊 往往暗示着一些个人生活上的一些转变 是 你最近是 什么都没有 我刚刚按摩一下都 你知道最近是一个很敏感 我们现在女主播在办公室里面啊 就会不断的被蚊子要胖一点 你说 你怎么了 就胖而已 没别的 不管这个婚前婚后 真的都问 现在因为现在不care到底是婚前婚后 那就只care 如果你怀孕了谁来上班这件事 而且你看你的这个发色跟这个这个黄衣 好像整个你这个人就显亮 最近不是泰王驾崩了吗 我去换一件衣服 过去他在我们女嘉宾里啊 被认为是 他最长得最像泰国的美女 是吗 泰国 现在也还是很像泰国人 现在像越南 我什么时候可以摆脱东南亚戏 就是感觉一直在东南亚这个区域 哎呦这对我们北方爷们格外的有吸引力 你知道吗 好吧 那我就继续保持如此的那个像泰国人 为什么我刚才说像越南 你马上脸色一层 越南 因为我很想突破那个以南 我想往北走一点 但一直无法往北 北到没走成 但是我看你走到东营了 越南美女有个优势啊 皮肤白啊 那我没有这个优势 我的黑的 什么越南 你们这个南方人可真是 东南亚的基本上不以白为特点 我们以黄为特点来看 你上这些网站看看 什么网站好像知道吗 老师 越南女生都是白的啊 至少能上网站的都是白 那你是没见过我们那个哈尔滨的女性 那 我老婆不准我去啊 所以真的没去过 我老婆连去深圳都要跟着我 咱除了这个还能聊点别的吗 对吗 咱得聊点这个正能量的这个事情 对吧 这个是正能量的事情 正能量的事情嘛 比如说最近这个三星那个手机炸了 那就是很值得 正能量的事情 让人听了兴奋啊 对吧 让我们国产民族工业 对吧 听了 哎 你他们本身为什么犯这个错啊 要叫我认为 他就犯了当年我们大跃进的错 你知道我们大跃进吗 嗯 就是说多少 我们要超英赶美 对 哎 我们要多长时间之内 要要要要超过去 就是 就东方民族啊 后发国家呀 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啊 有一个毛病 就是太着急 嗯 太着急 三星这个 Note 7 Note 7 它非要在 iPhone 7 对 发布之前 它要抢在那一个月之前 先发布 结果发布之后 53天 哎 我觉得这是三星历史上最黑的 这算不算最黑的一次坎啊 灾难吧 大灾难 不仅是对于他们嘛 对于好多的手机迷啊 香港很多三星迷的 三星香港卖的非常的好 因为因为手机的用家 基本上两大阵营嘛 对不对 就Android或是苹果这两大系统嘛 那大家而且有时候是特地要对抗 对抗美国霸权 然后买了韩国货 对不对 其实我那天看到爆炸消息出来的时候 我都觉得自己好lucky 没事 因为我上次就直播做了那个 Note 7的开箱文 它能够所有用的功能 我都用完了一遍 后来发现还好那一支没问题 没被炸到 哎呦 而且你知道就是 我现在发现就是说 专业和不专业 有多么大的区别 我最近亲身有一个体会 因为啊 我特别重视这个影音质量 所以你知道我现在买了一个 全香港最棒的电视机 这当然咱也不给他做广告 因为我接下来还要摧毁他 是个韩国的品牌 我只能这么说 你看他的这个专长 就是他 他 是湖面的吗 他集结 对湖面的 然后他集结 这个所有的他的精英力量啊 用在这方面 用在这方面 还不是这个 还不是LED 是叫OLED 一种更新的技术 我跟你说就是 你一比起来 确实这个电视机啊 我觉得就是完美绝伦 甚至他就是互联网电视 对对对 拿着遥控器就直接 你知道吗 就是哎 当然互联网电视有很多 问题是他这个互联网电视啊 真的上网非常快 嗯 所以呢 你在网上什么小电影 画一下大屏幕 都发 不不不 不是这种小电影 不是女优的那种啊 我是说 但是呢 因为我买了他一个这么高端的电视机了 他赠送 对 赠送给我一台他这个品牌的手机 按说这个手机呢 也是就像三星Note7那些功能 应该是好的 那么他都有气的我呀 你就知道 就是说他不是主力发展的 就是就不是他专长的 他随便做一个这个手机啊 和这个苹果这个手机 就叫这个用户体验 相比之下就气死你 你知道吗 他是那么 你就知道 你用过了这个不人性化的 你才知道什么叫人性化 对对对对 那个N啊 就是所有 怎么让你用的最闹不懂 怎么样让你用的觉得最烦 他就给你弄成什么样 所以你就知道 你看同一个品牌 他他极力研发的一个东西 集中力量的一个电视机 让你觉得这么人性化 但是他同样品牌 搭配给你一个手机 他没有用力发展的一个项目 你就可以天差地远 这件事情有两个错误 第一个他们不应该送你这么烂的手机 对他品牌形象有影响 第二个你拿了这种手机 你本来就不应该用嘛 但总是拿到想用一下 拿到我通常拿到这些赠品 第一个事情 先送人 非用 不是 他感谢你 我为什么 我一开始还以为我说捡着了 因为我丢了一个iPhone 6那个Plus 那么我现在订这个iPhone 7 你知道吗 就那个亮黑的那个 现在都没记到啊 不要买 不要买亮黑的 说亮黑的上面都有指纹是吗 对 两天就刮坏了 人家展示机都不放 你要问我是3C小达人 你不知道我是3C小达人 这件事吗 我是苹果小达人呐 我们苹果有专门的皮套 那你干嘛要买 就买普通的就好了 有的时候我把衣服打开 脱开的时候有个发亮 我来当裁决 到现在不给我 所以我说我拿这个韩国这手机 备用吧 把我气的脑溢血都能发作了 你知道吗 就这么笨的一个东西 但我觉得那是设计上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用苹果人 就会发现说 其实你真的是不用脑思考 你怎么按你都可以找到你要的东西 然后但是另外一个阵营的时候 就确实是他的UI是不够 我们说不够user friendly 就是他就是一种设计师所设计出 他觉得就是这样这样这样 ABCD往下 但我们只有A 我们没有看到中间的过程 是按不到的 所以他就是在这个页面的设计上 就是插在这个点 对啊 他是你 可是他的好处有外加功能嘛 假如你懂的话 他那些programming 那些程式啊 你可以加很多东西 对对对 可是你要用心 是是是是是 咱现在先别操心外加功能啊 里边的爆炸问题 现在已经不是炸弹了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 No7啊 我们也是带着这个特殊的心情啊 啊 你看 电池炸了 然后你看 往下看 这个这个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执着的一个上访 不是上访者了 叫张思彤 他就是手机爆炸 然后他用他的经历说明 三星在对待国际市场 和对待中国大陆内地市场的这个方面啊 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啊 然后你再看看下面 这个哎 这是网友的这个稿 这个家伙 你瞧瞧 这就是No7 No7 现在是恐怖主义的代名词 然后你再看下边 他们说怎样给No7充电呢 要用这样的防护设备 拆弹装置 然后来到下边 说No7 敌人在前方 搞把你的No7丢出去 你上阵作战 可以少带一个手榴弹 只让你有No7 你再往下 然后说这No7充电的时候 旁边地要有一个灭火器 你再往下看 说如何给No7充电 要降温 要降温 冰桶 这就是三星 有人把韩国称为三星共和国 你听说过吗 就是三星对于韩国经济的这个影响之大 这是他的创始人李炳哲 宋哲的哲 然后你再看下面 这是他的后一代了吧 后一代这个叫什么来着 李建锡 李建锡 好可怕的男人 没有脖子 看到吗 这个呢 李再荣 李再荣 这是比较最新一代的 他呢 是现在要进入董事局来 就是正式第三代接班 现在是他来处理 这个三星的这个爆炸事件 跟苹果的官司 通通都是他接下来 跟他有关系吗 跟他有关系吗 这次的事情 除了处理以外 我觉得大家有关系 大家就这个 你看他的表情 你就知道跟他有关系 我说成因原因 成因应该 这个是有八卦的 八卦 你现在看看这个 这个是叫这个不姓李了 这个姓高 他是三星移动部门的总裁 9月2号高东正 公开致歉 但是你看中国媒体报道 加个括号 但不包括中国地区 这次好像有些中国网友很愤怒 就觉得我看他们有的人说了 就说这53天 三星整个的应对 活生生就是一部企业 错误应对的教科书 就说一开始召回 一般一次召回可以原谅 但是一次召回之后 又出现了二次召回 然后一开始说 说我们这电池 来自于什么不同的供应商 现在召回我们给你换新的 结果换新的又炸了 对吧 而且第一波先冲着国外 到了第二波 你开始说 哎中国没问题 中国用户没问题 中国的什么这个 说什么中国电池 不是他们三星海外发展的 他们所用的电池 所以不用换 当时他们是这样说 结果出来 结果照样炸 又炸了又道歉 最后炸到人家美国飞机上去了 是吧 那站在香港的角度 它的灾难原因 从它一出来就开始了 香港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刚才也是给三星做了个广告 是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吧 对吧 好 佳慧这样这样 因为我说从香港的角度 它的灾难 从这53天 以前早就开始了 因为香港广东人 广东话 从香港就是脏话 香港粤语里面是骂人话 说人家笨 这是男人的升级器官 从他一出来说 已经不好了 取名很重要 已经很好笑了 像iPhone7也是i7 可是比它好一点点 是没有 香港广东话等于是说 说人家是一根一条 就是说它是生殖器 就是三星弄了个生殖器出来 结果这样 就是对香港人来说 就是这样的故事 而且香港也是烧害区 就是说它也是说 激讯公布不够快 乱七八糟 还有退款手续慢 那可是希望从不好变好吧 因为香港马上有一群消费者 而且香港有个消费者委员会 就接这个事情 马上做了调查 准备出报告 说要香港怎么立法规 来规管这种消费品 因为现在这种手机电子商品 不拉入规管的范围 香港有很严格的规管 比方说你家里那个什么烂电视 烂电视是好的 吃烂手机 送的手机很烂 那个好电视 万一它变烂的时候 万一你觉得它有问题 很严格的规管 可是一些那个同样电子消费品 没有 所以说现在把它纳入规管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是为了赞美香港 而是我经常说的 什么事情都会在所有地方发生 可是那个文不文明 在于说你怎么样来回应它 好吧 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情 我们该管的管 该立法的立法 该该赔偿的赔偿 而不是说不承认 不面对呼天场地 但是这个韩国的反思 比你的这个更深 就是他这次就是讲 你看市值一下子股票下跌 跌幅达到蒸发了两百多亿美元 一下子两百 而且像全球250万台手机 就是说中国地区是19万台手机 这个损失啊 这家伙 而且他们现在感觉到 就是说这是韩国的这个家族企业 韩国就是一开始是这个 这个家族企业化 后来什么企业家族化 到最后这种大家族企业 在是韩国经济的 可以说是多半笔江山了 但是近几年的家族企业 频频出事 对 比如说现代企业又怎么着了 这个还有哪 就这次三星的这个事情 让他们发现 哎 我有时候觉得 他们的反思 很值得中国人的改革借鉴 因为呢 就是三星采取的是威权体制 就从上到下垂直的 这样的企业机制呢 好处是什么 办事快 全公司提出一个战略 夸其 而且我觉得这个三星企业 你知道吗 它的创始人 刚才你看到了 它是一种什么管理体制 非常有意思 有点像 要照我说 有点像清朝的军机处 就是说啊 秘书室 它这个秘书室 是个至高无上的部门 这个秘书室啊 既相当于它的情报安全部 又相当于它的发改委 又相当于它的什么 然后老板 据说负责高占原主 秘书室负责这种 研发方向 落实啊 落实方向 分公司 子公司 负责具体什么施工 它是这么一种机制 所以说这种机制的特点 是效率高 不用像那些个 所谓民主化管理的 这种企业吧 办一件事情 部门之间扯皮啊 很多不同意见 但是呢 这也就酝酿了一个 就是说一旦犯了错 方向性的错误 就像三星这回 那那错就不是小错 你刚才讲李在荣 这八卦什么八卦 有小八卦说呢 其实这个没有考证 但是这是业界传的 我们从来讲的都没讲 就是他们说 其实第三代李在荣 他一直都不想要再做通信 特别不想要做手机的部门 他觉得已经差不多到顶了 他不想来做 他想要换做的是健康部门 也有人说 他说不定就是用这一次呢 完全的收掉 他们的手机部门 转去做健康部门 那就代价太大了吧 这家族企业出败家子了 我觉得 有人就说他富不过三代 他一上台就预证这件事情 马上就网友就唱随他 代价太大了 可是刚刚说 他们的管理方式 令我想到 不同的阵营做手机 最近几年都不断被批判 血汗工厂 代工等等 香港也有的 坦白讲我是蛮无知的 我是最近才听几个学生 香港的学生跟我讲 前两年的事情 而且是他们去打工啊 赚钱啊 假如学费什么 原来在香港的新界 去新界吃和玩乐吃 什么豆腐花什么 非常 他们是来我们公司打工吗 去香港工厂 对 这新界 我告诉你啊 他们是这样描述的 有些地方 搞不好这里附近也有 有些地方 以为是停车场 一个空间 然后上面停了几辆 那种货柜车 原来就在里面打工 就朋友找朋友 那个手机的品牌 不说了 反正是最大的手机品牌 然后呢 从早到晚 24小时不停的 可能分两班 然后呢 我那个那几个学生 上晚班呢 晚上大概十点钟去 一进去呢 一群人赶上那货柜车 在坐在货柜车里面 然后门关起来 然后大家就在车里面 装负责自己那个部分 然后四个钟头 才给你收拾15分钟 然后15分钟 也不准睡觉 是半夜 不准睡觉 他说怎么办呢 大家出来围圈 坐在那边 互相握着手 用力握着手 谁睡了 谁就捏 怎么讲 捏他 捏他 捏醒对方 是这样做的 然后我说 他发薪水是怎么发 就给现金 有个公投出来 发工资 然后套套套 那很明显 里面听起来非常可疑 因为你不可能发现金 通常发现金的工作 像我们节目 我们没发现金 那是有问题的 原来所以我们看到手机 除了享受它 总是听那些 甚至自杀跳楼 也听很多 我是想不到香港 所以我现在来拍电视 看到那些可疑的货柜车 你都打开敲销门 可以买新手机吗 我都担心里面 有一群人在被剥削 所以香港人用到什么好东西 也是no time 是吧 不过你刚才一讲到这个语言 我倒觉得 有一个挺逗的一个视频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 福云爱 我这么想起你了 福云爱 你还嫁给台湾 我给你看一段 就说这个语言是多么的重要 好像是一个英国老记者 访问抓住福云爱 对吧 但是呢 没人翻译 于是他找了一个据说会中文的 美国小伙子 这美国小伙子 真是很自信 是吧 你看看这段 把我逗坏了 现在你更聪明 2008年到今年 为什么你不一样的 对不对 不一样的 对不对 现在你和你更聪明 更聪明 更聪明 什么时候 你的生日费 为什么 我觉得 他 他这个几天 有可能没训练 他今天状态 也不是特别的好吧 然后 我今天打的也好 空的空的空的 对不对 her opponent she played very well and she was very excited the outcome with 4-0 very excited very fine performance that's Haifa Kohara into the semi-finals of the women's singles events at the Cal Cup Portal Grand Finals here in Seoul 伟杰 你说你长得像泰国人 穿的像日本人 倒是对韩国挺有感情 我们要研究周边的环境 都要聊一下 你为什么对韩国 比较喜欢用韩国的东西 我用的是苹果 还有华为 其实我本来就喜欢用3C 3C的用品 所以刚好现在买的 就这几家可以用 我大概对于每一个 不同的产品 我都可以大概告诉你一些 我觉得优缺点在哪里 你觉得韩国的产品 有什么缺点 我觉得就不够 就是不够人性化 我觉得这不是就是 韩国的缺点 也就是不够人性化 而且有时候出到最后都很像 对 如果是电子产品 跟台湾有关系吗 因为台湾好像不是 苹果主导的 是一半一半的 因为在香港 好像是苹果偏多 对 台湾也是苹果偏多 跟你来自台湾相关吗 那种对于韩国货的感情 台湾嘛对于日本韩国 那种感情比较深 我觉得好像一半一半的 如果说是 比如说我的副职辈 或者是特别是男生 他们就很讨厌 很反对韩货 然后女生呢 因为受韩剧 什么影响 就很好啊 然后比如说 就什么 那个谁谁谁 用的韩国手机 然后在电视剧里面 就觉得那手机 感觉特别好用 或什么样子 我觉得是 接受文化程度不同 你对那个国家的一些 看法也会不同 就像 比如说我爸跟我妈两个人 就是两个极端 就我妈就一天到晚吵着 叫我带她去韩国玩 那我妈出国 一定要带着我爸 一定要跟着我爸去 那我爸就说 但我坚决不去韩国 所以我们到现在 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到底要不要去韩国玩 这件事情 对啊 为什么女的好像 比男的喜欢韩国的多 我觉得一方面看韩剧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环境很浪漫 很好玩 还有韩国如果以旅行来说 真的很适合女孩子去 就是比如说 我们一群女生 比如说再过两个礼拜 我也要去 就是一群 我们四个女生要去玩 我们就会选说 那要去韩国 我们选的是去韩国 因为买东西便宜 吃东西也便宜 然后就是 现在变得更漂亮的回来 是吗 对 但只去四天 可能没有办法 变得太漂亮 再去久一点 可能就会更漂亮 刀口还没长好 对 这有冒险的风险在 还有韩国的化妆品 美容品 因为以前女生 要么用欧洲美国的 要么日本的 相对贵 后来有一阵子 韩国突然出了 什么雪花秀 什么什么 也是便宜 雪花秀也贵 雪花秀很贵的 可是对于欧美那些 它是便宜的 可是听说 它可能算传说的好吧 效果据说不错 你先告诉我是什么 我在决定贵不贵 雪花秀就是 它是在 如果是韩国化妆品来说 它是属于韩版的一线 比如韩版的Chanel 我们来这样讲 所以雪花秀呢 还是算贵的 但我觉得女生的话 应该是就是流行性 就是韩国的流行性的东西 是很快的 然后像日本的女生的妆容 它就是 就是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韩国女生就是比如说 比较艳啊 然后颜色啊什么的 那日本女生 重比较重保养 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是 走的方向是不同的 我不敢说 我一定对两个国家 是有偏见的 但是呢 我大体上觉得 这个日本好像内涵更多一些 韩国的那种 就是追求这种表面上的目标 你会觉得更明显一点 就是好像说 比如说 我对有些韩国产品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它呀 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好比说这个电视机 颜色要鲜艳 超鲜艳 它就只工艺点 不及其余 它不像是很多 你说一个精美的艺术品呢 它是需要非常圆润的 在多个维度上 多个元素上 达到一个总体的一个平衡 但是有时候韩国 我觉得包括有时候 韩国人的性格是吧 日本啊 你跟我们领土纠纷 我把打枪都给你弄了 就特别愣 就有那么一个劲儿 我是有偏心 尖沙嘴香港 有一条小韩国街 对 全部卖韩国食品餐厅呢 其实90%的店 都属于同一个老板 对对对 什么新世界还是哪一个 其实老板背后是同一个人 所以你去玛丽买都一样 价格一样 钱都是它赚的 但是您 throne 对对对对对对 说两者 当然我也ō 每10这个名家 都ард直ud 我对对对对对对便 nós 不能对对对对对